另一件事,所謂陀有嬰兒,我們研究下來很突然 就是逢親兔年出生,譬如那年,你有個嬰兒,那年是兔年 或者你的嬰兒出生的時間是兔月兔月 是指西曆的大概3月5日到4月左右這段時間 也就是說這個嬰兒,你要很小心在陀的時候 千萬不要家裡裝修,或者在家裡打釘 因為那個擁有兔唇的機會,而且是高危很多 這件事我們很奇怪,為什麼兔年,生育熟兔是跟兔唇有關呢? 這件事我們不斷地研究,就是把所有兔唇的嬰兒集中 看看他們出生的年月日,所謂天干地支的八字裏 是不是有些密碼可以看到這件事呢? 暫時來說,我們看到兔年出生,或者兔月出生的嬰兒 他們有兔唇的機會是高一些的 是 他 intensity Kevin Kollege 你覺得假的 然後